未来星期五是恒指贵检 去年改革的时候就说过 去到今年年中 其实就要由成份股 由55个增加到80个 其实合共要加25个 不过过去三次贵检 其实合共只加了9个 大家就在想会不会追加呢 其实限期前就只剩下两次贵检 大家关注注数目方面 你以为今次贵检增加多少个 还有你自己有没有心碎 其实你问我我真的不要理恒指成分股的贵检状况 因为其实我们经常都说做股市 你最重要就是说你从过去 就是你有个想法是很合理 但是问题就是你看过去几个季度上面的检测 结果上面就是贵检结果上面 好像说2688那样 进入了恒指成分股 但是完全不会有起息的 网易、京东 都进入了恒指成分股里面 都没有任何起息 因为最主要都是看大环境变化上面 你未来会多了很多成分股进去 但是变相地也都说了 一个坦房效应 或者说实际上被动资金去追 那个意欲都不会特别高 或者那个momentum不会特别强 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说 在未来大约是过去三个月又好 或者未来半年这些时间左右 我相信被动资金推动一只股份去升去跌 不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这半年你都听过 甚至连北水去追进一些股份上 我都没什么兴趣 也都不会将它的焦点放在里面 所以暂时说 如果你真的要去炒momentum trade的话 你博行至贵检上面 这个是一个最不直博的选择 相反地你说的 可能贵检上面我们看到近期 或者过去这半年经常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说在贵检前发现资金去追 拨它进贵检 相反地一进贵检之后就立刻跌下去 而这些状况出现有些什么 好像斯摩尔 农夫山泉可能已经是反映着这些状况 看到近期股价走在上面 已经叫做比较硬正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看贵检上面 只剩三四天左右的时间 你没什么税位去拨 我想我们觉得静观其变 吃下花生好过